蔡英文总统21号上午在总统府前广场 以军礼欢迎来访的所罗门群岛总理何瑞朗 抗力等一行 蔡英文总统在致辞时表示 这是何瑞朗第一次访问台湾 他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最诚挚的欢迎 总统并表示何瑞朗上任后 陆续和台湾合作推动医事人才培育 气象预警系统以及提升市自律教育等 各领域计划都代表两国邦誼坚定稳固 而且历久彌新 总统也特别指出 所罗门群岛的卫生部长 将在今年世界卫生大会给予台湾最大的支持 他要对此表示感谢 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将在今天登场 所罗门群岛的卫生部长 将会在会中担任辩论代表 给台湾最大的支持 并且跟我们其他的国际友人一起为台湾发声 我要向所罗门群岛的朋友表达台湾人民的感谢 总统也再次强调 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参与国际健康事务 为全人类的健康及公共卫生付出 台湾人民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的防疫往外 世界需要台湾 台湾也需要世界 何瑞朗在致辞时则表示 两国友好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不遗忘任何人 所罗门群岛才刚参加完在日本举办的第八届太平洋岛屿峰会 这个会议的总结有关台湾 因为所罗门群岛在会议上对日本的印太战略作出背书 他也期待在这次的访问行程中 走访台湾的历史景点、文化活动 并与政府单位及各组织对话 借此更加了解台湾 并学习台湾的历史与丰富文化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欧阳孟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中央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